瑞瑞国中棒球队在今年的现运甲主棒球冠亚军之战 逆转拿下了代表权 将出征全国原住民的运动会 棒球队在教练的带领之下 另外用课业之余积极的训练战术和团队的默契 希望在迎战全国的赛事当中能够拿下佳击 逆转胜抱回冠军奖杯 也拿下现代表权的瑞瑞国中棒球队 并没有因此闲着 反而更加紧脚步 可业之余积极训练战术及团队默契 面对全国赛全队士气如虹全力迎战 休息的时候就是 有空的时间在加强自己不足的地方 全国赛目标是八强 然后就是在打击方面就确实几球 手臂就稳稳的来接 比赛的时候要大家放松 放开来打 不要太有压力 出赛全国赛要拿到什么样的成绩 当然是冠军最好 日子国中棒球队这一次 幸运拿下了棒球赛假组冠军 将代表花莲县出赠全国原住民运动大会 除了棒球选手 球队教练也把握时间 带领球队练习再练习 以最佳状态和全国各地的棒球好手 一较高下 他们打击方面比较强 所以可是比棒球比赛 毕竟手臂很容易就会 造成一个小小似乎就可能 球流就输球 所以手臂真的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就着重于手臂 全国赛 有认真练球就很好了 全国赛的部分 一样是一样会照我们平常训练的课表 去做训练这样 一样平常心 主要是平常心让孩子不要去 因为这个球赛而忘记他未来的出路 为自己跟自己比那才是真的 那是国中原住民学生 占六成五的比例 校方设置体育班 分田径、清廷队以及棒球队 来推广运动教育 在智能教育之外 也提供学生体群美的教育 也曾经是网球选手的校长徐俊杰 对校内体育运动的推广 与教育高度支持 亲自到棒球场 关心选手们的练球情形 也鼓励选手们用心努力 再提升自己 但是今年很难得 我们在花莲现运 又再度拿回到甲祖的冠军 非常谢谢教练的努力 目前棒球的发展的话 是有一位原住民委会的计划 申请的一个原住民的一个教练 明年开始会改成 由教育部体育署来继续这个计划 那是国中学校资源有限 教练团培持棒球选手之路 走得减刑困苦 不过棒球队认真努力 出赛也都屡屡兼功 这一次拿下全国冤命运的代表权 选手与教练即刻进入杯战 誓言要再度拿下全国冠军奖杯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道